就在外界都看您 实际上这个事业已经迈上最高峰的时候 您选择忽然的急流涌退 然后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那个时候您在放下这个事业的时候 没有一丝丝的犹豫 其实我是看到一个危机 一直到现在 已经证明这个危机是存在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关税很高 百分之百以上的关税 所以台湾的品牌很容易出头 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很多工厂也都还在 所以你要下单夹着外销订单的布料 或者是数量都是很方便很容易的 那那个时候我都一直都觉得 我不是在做个百货公司 我好像在做个学校 因为我们买国际资讯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给厂商上课 然后带着他们出国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做商品 然后帮他们一起做展示会 那时候百分之九十 在百货公司你去逛的时候 都是台湾品牌 只有10%的国际品牌 1990年以后关税下降 然后很多国际品牌到台湾来 那再加上台湾这些财团 或者是这些大地主 或者是这些银行 他们所拥有的百货公司 他们就去跟日本结盟 那其实你可以想见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跟日本结盟的时候 台湾品牌实验的平台 就交到日本人手上了 好 那么我今天当然没有再说 是不是有影响 台湾这种品牌的成长 可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到所有的百货公司里面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品牌 只剩10% 然后反过来 OK 90%都是国际品牌 日本品牌 那当时我其实小小年龄 我已经可以感受到 那个山雨欲来的压力跟危机 对 对 对 然后我必须面对 那么多国际品牌 要进入台湾市场 然后我自己亲手照顾跟培育 然后大家一起成长的这些品牌 难道我一家一家把它换掉吗 我做不出来 那刚好我申请Stanford的Stone Program 他们也收了我 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得的机会 人生的缘分有时候很难说 对 我记得您当初来办学学文创的时候 看到台湾有什么 不能再等下去的一个危机 或者一个机会吗 在那个时候办的时候 台湾从2002年就开始谈了 文化创业产业 那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从1990再到2005 其实已经十几年了 OK 我觉得台湾还没有看到 很多代工思维的转变 那台湾如果再不开始 做自创品牌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对的 然后我也觉得还有觉得一个 就是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 对于文化创意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有全面的在鼓励 我觉得也没有看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赶快 成立一个体制外的平台 教育体制外的选修大平台 所以你想要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 任何一个产业 你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 那个产业里面最精英的 最领头的这个创意人 或者是大师 或者是静音哲理的董事长 总经理讲 了解 你看这个十年来有哪一些关卡 您觉得怎么会这么的难过吗 我觉得每件事情 上帝都有他的时间吧 当然在这十年中间 觉得很多的困扰 比如说日本赖湖内海的艺术剧 他是18年的一个县长 去支持做出来的 那我们这边如果 不管部长或局长都年年换的话 是要怎么做事啊 对 政策也不延续 人脉也不接续 这样子是真的很困难的 对 有时候大环境吧 其实这几年提到文创两个字 大家都觉得 哇 现在似乎什么都可以叫文创 那您自己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文化是一种 对于产业来说 是一种文化资本 全球其实大家都已经在 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化资本 在行销了 在行销了 那最近芬兰在检讨课纲里面有一项啊 我觉得跟文化创意产业非常非常有关系 那个就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有文化试读互动及表述的能力 比如说电影啦 音乐啦 舞蹈啦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成功 他们都是在文化的故事里面 去找创意灵感来源 然后他们都是因为有了文化的表述能力 所以他们才让世界惊艳 那文化其实是政治 经济 社会 宗教 教育 哲学 艺术 科技 全生活里能够改变你生活 能有新方向或者是传承旧的东西 这个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要为这个土地上的文化 去做好的保留 然后也要让小孩子能够 就是自己身边周围的东西就是非常美的 你这些他们都要被吸收 然后他们养成一个他的文化的表述能力 然后他们拿着这个文化表述的成果 他才能够去跟世界互动 然后所以世界因为你的创作 因此认得了你的国家 认得了你的土地 那这个就叫做文化试读 那你怎么样把不同国家 但是全球的被大家喜爱的这些创作 你通通吸收成为你的养分 然后你在中间找到说你自己喜爱的风格 这些组合重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更何况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叫做粉丝的时代吧 那其实每一个文化创意里面的明星 不管他是设计师也好 他是艺术家也好 他是表演者也好 他都是有一个粉丝群的 那么如果你自己创作的 可以跟他对应 或者跟他是走在同一个粉丝群里面的 甚至你去找他来帮你设计 跟他crossover 跟他跨界合作 其实你就是在接引他的消费者 来欣赏你自己的作品 好 所以这种文化试读互动表述 就是一条康庄大道 也是台湾就是现在要放入课纲里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您也点到了吧 或许台湾文章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 没有从从小教育就开始榨根嘛 是 所以台湾的问题在哪里 是台湾是创作者不缺 OK 台湾是欣赏者很缺 那我也觉得就是所有的年轻人 真的也要自己要 你先要让你自己的生活丰富吧 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不丰富 那你拿什么作品去感动 比你生活经验丰富的人 这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一旦讲到这边 那我就很好奇了 您自己是怎么教育您的小朋友的呢 我常常跟他说 做一个好的人很重要 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很重要 然后做一个有品味的人很重要 那所以他会选朋友 比如说带朋友到我们家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选这个同学 邀请他到我们家来玩 他常常回答我是说 因为我觉得很善良 所以我觉得先把他的观念弄正确 然后那不管他碰到任何的事情 我相信他上帝都会让他能够黑夜熬到白天这样 你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个宗教信仰 碰到人生的难关 或者一些苦难的时候 会比较有一个心灵的依靠吧 是 我因为我是从小受洗的 然后我的儿子的小学刚说受洗 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 我也要受洗 那我说那你都还没有去教会 你不能马上就受洗啊 他说好那我跟你去教会 然后去了没有几次他就又跟我说 你跟牧师说了让我赶快受洗 我说为什么啊 你要这个圣经要全部读完 然后你后后感觉也要每天读 然后这样子你才能够受洗 然后我先生说不行啊 我一定要马上设洗 我说为什么啊 他说那这样子的话 将来到天堂才能找到你们啊 所以一算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将来都会 就是因为是基督徒嘛 上帝会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接我们 那最后如果您想要给 现在想要对这个文章产业有兴趣 或者是可能生命中 目前正着与低潮或困难的人 一段鼓励的话 那您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做你觉得该做的事 做久了 做长了 一定会成功 真的 而且我知道您有 《荒漠甘泉》里面有一段话 对你印象很深刻 对不对 其实这一篇是在 我大哥过世的那一天 这一篇是 七月三十号 说我应当怎么做呢 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非常短少 所以有什么工作 恩惠 侍奉 是我能给人的 让我现在就给吧 让我不再忽视 不再牵延 因为以后我没有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 把你所有的给人 你所给的 对他也许有出你意外的帮助 谢谢董事长的分享 我相信人生苦短了 就像您现在正在做 把握每个当下 然后给台湾年轻人 看到无限的希望 谢谢您 希望您继续带给我们更多 善与美的种子 谢谢 谢谢董事长 谢谢您 谢谢大家 美人长透失误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